大家好,我是民建聯的立法會議員陳鶴峰 今天由我和大家有話說 公屋每兩年會進行租金檢討 近日有傳媒報導,未來的租金會加1.17% 即是每戶租金平均每個月要加26元 不過在疫情之下,香港整體經濟仍未能全面復甦 房署建議變相動租一年 大家都希望經濟盡快復甦 但是地緣政治詭異多變 再加上疫情反反覆覆 沒有人知道一年之後的情況 民建聯就認為房委會應該先動租一年 再看看當時的社會環境 才決定會不會繼續再動租多一年 在第五波疫情下,香港最新的失業人數超過19萬 就業不足人數大約有13萬 我關注到現在公屋住戶的欠租情況 特別是整體欠租個案有沒有上升的趨勢 我希望房署彈性執行追租的政策 加快處理租金援助計劃的申請個案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